直接侍奉天父母生活的世界 以迫切的心情和处境 为了开启新时代 珍惜分秒必争向前迈进的珍母亲 在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的前222天的天礼8月1日 为了打造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室的实体面貌 由天地人真父母主管 进行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室组织委员会特别7日进程 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室组织委员负责人 工作人员等合一 这是为了使整个入宫室的企划 和节目具体化而准备的活动 以笑情之心 为了将实际结果胜利奉献 迈出了特别七天精神的第一步 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室组织委员会特别7日进程开幕式 在HJ天咒天宝修炼院天成望林宫殿三楼营宾馆 由天物院宣教政策处 深韩国政策局局长Kim In-Chang主持 共同执行副委员长方富国 为了入宫室的胜利 线上以同一目标前进的恳切报告祈祷后 共同执行委员长宋龙天 和共同执行委员长李基成 通过开幕词强调 以真母亲为中心团结一致 有条不问的准备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室 为了让灵界动员起来 所有时空们要一起凝聚精神的力量 共同组织委员长文言而嘱咐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希望在这期间能够竭尽全力提高胜利的结果 成为竭尽精神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只有222天 为了具备具体的形态和内容 反复进行分科会议 每日进京城 准备灵肉界一同动员备战 真母亲已经开始了 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胜利决议中 向我们所有人强调 能够动员灵界的方法 就是天心润精神 所以要真心和心祈祷 进京城 天润宫天一圣殿入宫胜利冲 享극생활을 하시게 되는 이때 � sentido 전세계 지도자가 독생여 평화의 어머니와 하나되서 각 나라의 책임자 정상들을 불러 모아서 그래서 천시문을 통해서 영계협제를 받아서 그동안 하늘이 수고하고 去找一家人的地球 去找一家人的祝福 人和人物的祝福 和一人的世界 都得到所有人的 另外 真母亲还嘱咐说 现在为了扩大天父母的环境圈 应该是要实践攻行前进的时候了 这一年 千岩宫的某〔宫之父母的恩所以 以您的优优优优优独一天的讞俘 祝福家정으로서 하늘이 바라는 천일국의 백성으로서의 환경권을 어떻게 넓혀야 하는지를 실천궁행할지어다. 오늘을 살고 있는 이 시대의 축복가정들 여러분은 황금시대를 살고 있다고 말했어. 앞으로도 과거도 있을 수 없는 오직 지상의 독생여 참어머니가 숨쉬고 있는 이 시대만이 황금기야. 여러분이 나와 하나 되어 영원히 함께 지상천국 천상천국을 이루어 나갈 것을 맹세하기를 바란다. 이슈옹真母亲为 중심, 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式组织委员会相关人士 和全世界是寇门合一, 越过第1111回, 正在积累天心院特别彻夜金城的基台. 世纪成并扩大侍奉天父母的天国生活的场合, 也是成为历史性时刻的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式。 为了迎接那一天的胜利、喜悦、欢喜的瞬间, 希望我们能用京城和时间把圣言生活化。 菲律宾国际家庭协议会在釜山举行韩非祝福家庭集会及圣地巡礼特别集会, 为期两天一夜。 第一天通过菲律宾国际家庭协议会会长团, 报告上半年的活动, 全体人员一起分享了天院宫天一圣殿胜利入宫的新希望和愿景。 第二天, 全体参加者寻礼了真父母进京城的场所, 法内谷圣地, 决心继承出创起京城的基台, 成为提高胜利时机的韩非家庭。 首尔北部教区天保家庭特别集会, 北部教区14个教会牧师天保家庭中心石口在天圣大教会大圣殿, 进行了470人参加的活动。 协会长黄富国通过发言共享了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的设理性意义, 和协会特别战略, 天心院特别彻夜京城, 富贵基督教圈, 1200名未婚祝福胜利, 总动员传道等蓝图。 与会者通过赞扬和决断的同声祈祷, 决心为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的胜利进行总动员传道活动, 在7个月后成为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胜利的主角。 神韩国UPF为了神统一韩国安卓, 和2025年天院宫天一圣殿的胜利入宫, 进行了祈愿南北统一白头山研修, 五天四夜的行程。 世界UPF议长梁昌植和广玉士道UPF领导人, 访问了大连安崇根义士, 旅顺监狱, 关东都都府地方法院, 广开土大王碑, 长寿亡灵等, 缅怀了独立运动家为祖国独立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在白头山天池朗读白头山决议宣言, 决心以真母亲为中心, 实现八千万韩民族的夙愿, 南北统一和天院宫天一圣殿入宫的胜利。 韩国宗教协议会邀请韩国佛教太古宗比丘尼会干部团, 巡礼了HJ天院园区。 协会长黄甫国通过致辞表示, 真母亲准备的HJ天院园区, 既是统一教的圣地, 也是超宗教的圣地, 这是所有宗教人士都能感受到神的地方, 传达了HJ天院园区的意义。 以养永会长通过特奖鼓励说, 让我们和拥抱所有宗教的韩总裁一起, 为神统一韩国与和平前进吧。 僧人们在天院宫听着解说, 了解了真父母的生平和业绩, 在嘉平海谈花鸟园与嘉平邮轮上感受到了天院园区的美丽。 卢源教会十多年来每月坚持进行脱北者礼拜及和平祝福式, 为了为神统一韩国奠定教会成长的基础, 进行了邀请脱北者家属参观HJ天院园区及特别研修。 从Kim Hong-tuk教会长那里听了介绍真父母业绩的特别讲座, 举行了统一准备国民委员为任仪式后, 参观了天院园区。 脱北者家属们发表了确实看到真父母伟大的业绩和鸡盘的感想, 同时现在也为南北统一如此恳谢地付出精诚, 向老苦的和平之母韩赫子总裁表示深深的感谢, 并表示为了实现南北统一, 将贡献小小的精诚和努力。 和平设计师青年代表团, 通过全球行动在蒙古及地方行动在冀州, 开展了环境清洁植树等活动, 践行了为他人而活的生活。 正如一粒小种子长成大树一样, 相信和平设计师们的小步伐, 也将在未来带来巨大的和平。 他们在现场努力, 将真父母的爱传递给世界, 为地区社会和世界和平与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国一元道协会于8月举行了 天一国100岁健康体操一元道户外修炼活动, 统一舞蹈创始人石俊浩博士, 世界和平舞蹈联合文平来会长, 以及刚刚就任的世界统一舞蹈联盟理事长龙正植出席了活动, 参与者学习了一元道的基本及融合动作, 并决心为推广一元道和统一舞蹈而努力。 由世界和平舞蹈联合主管, 大韩同一舞蹈协会主导的全国第五场南洋洲士道院的开馆及挂牌仪式, 于8月25日在南洋洲大教会举行。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 一百多名石口与南洋洲大教会长巴克杨明一同参加了仪式。 文平来会长任命大教会长为馆长, 并授予了统一舞蹈名誉舞段证书, 鼓励大家每天进行身心锻炼及参与传道和祝福运动。 与此同时, 8月18日, 庆州举行了全国第四道场士道院的挂牌仪式。 为符合创始人真父母的愿景的统一集团高阶主管研讨会, 在HJ天苑园区举行, 于庆德理事长与各关联公司的高阶主管进行了对话和交流的会议, 他叮咛我们要传扬创始人真父母的愿景和价值观, 并为了胜利实现2025愿景团结一心, 通过负责任的经营来支持教会。 特别是在研讨会的最后行程中, 同一集团高阶主管们参加了天心院特别彻夜精神祈祷会, 决心开启同一集团高阶主管的新起点。 在澳洲举办了支持韩半岛南北统一的Peace Road徒步大会, 活动在雪梨霍姆布斯的阿诺特保护区举行, 约200人参加。 在政府和协会代表发表支持和平的演讲后, 活动以活力多彩的公演项目开始, 参与者通过延五公里路线步行道200年纪念公演的时间, 大家共同为和平与统一加油,并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前一天,以迈向世界和平文化为主题的和平会议召开, 来自不同民族和信仰背景的参加者, 从此次活动中获得了丰富的见解, 并分享了超越所有障碍和分裂, 追求和平的善意和决意的精神。 此次活动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讨论和平议题, 并为实现和平世界而表达意志的宝贵时间。 在共产主义国家古巴, 结合天润宫胜利入宫决议室, 经过100天特别传道活动的结果, 有270人参加, 30对新人隆重地举行了祝福典礼, 共同进行古巴Peace Road活动, 传递了和平的讯息, 度过了意义深远的时光。 秘鲁UPF在市政厅礼堂, 举办了阿塔拉雅Peace Road2024启动仪式, 当天的活动中, 包括阿塔拉雅市长在内的, 5位新任和平大使被任命, 120多名参加者手持横幅与和平旗帜, 正式开始Peace Road游行, 大家作为天父母之下的一家人成为一体, 高举和平的旗帜。 巴西UPF和IAPD共同主办了IAPD一周年纪念活动。 IAPD指导者马赛洛·迪奥根尼斯, 传递了神对宗教人士的期望, 并祈求大家参与其中, 巴西UPF会长丹尼洛热烈欢迎了参加者。 宗教指导者分享了他们的见证, 活动在乐队的赞美中圆满结束。 为了二世父母配对祝福, 分别在8月17日、18日, 进行了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 随后在8月24日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二世原理教育。 此次教育在15个教会通过现场和线上同步进行, 通过原理课程教育了天父母的创造目的、 祝福的价值以及祝福家庭的目标。 通过这次教育, 参加者们进一步接近了为祝福准备的契机。 2024年, 世界统一舞蹈友谊赛在肯亚蒙巴萨举行。 开幕式上统一舞蹈创始人石俊浩博士通过影片发表致辞, 世界会长辛子孝光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 个人赛、团体赛、实战对抗和特技演练等精彩比赛项目, 吸引了观众们的眼睛。 预计12月将在肯亚政府支持下, 举办第12届世界统一舞蹈大赛。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Shantabgong宣教师们, 在完成马塔迪大学巡回讲座后, 与刚果学生网络REC合作, 聚集了大学领袖和380名学生, 举办了青年幸福园理大会。 大会期间, 强调要摆脱当前大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 并使建真母亲所强调的共生共荣共义的人生之必要性。 大会上还任命了9位指导者为和平大使, 鼓励他们共同为和平奴隶。 上比亚UPF以和平从我开始为主题, 举办了Peace Road2024。 来自19个国家的约250名参加者, 在路卡莎省长的号召下, 从市民中心行进至自由女神像。 呼吁和平的行动, 此次上比亚Peace Road2024的活动多次被媒体报导, 同时加纳在8月17日, 布吉纳法索在8月18日, 也分别举行了Peace Road活动。 科特迪瓦家庭联合会, 积极参与了天苑宫天一圣殿入宫胜利决一周活动。 天立7月17日, 活动以三次追目默哀开始, 随后参与大义士天保赞扬和第1111回, 天心院彻夜精神祷告会等所有活动, 并共同坚定了决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